转载四百教号作者书哥聊体于NBA的车轮滚滚向前 经过70多年的更新换代 球员们从打法到技术都经历了很大的改变 以前是中风统治联盟 比尔拉塞尔 詹伯伦 大孟 巴克利 尤因 上将 一个个叫出来都是像当当的名字 随后是小钱 前锋的盛世 詹姆斯杜兰特伦纳德都是MVP的争夺者 现在小球升行 似乎又成了后卫们的天下 而库里恰好引领了这个时代 库里几乎就是三分的代表 他保持这一系列的三分球记录 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 需要踢到库里的三分 那就是品牌保证 最近 美国媒体给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数据 我们来看看 原来 库里在他的新秀年就展现出了三分幸福 但下去 仍进了166个三分时当时的历史记录 不过随着联盟更多球队和球员重视三分 库里的这个记录 目前 也只能排在历史第三了 那么排在前二的是何方大神呢 排在第二的是开拓者和希利拉德 一进入联盟 利拉德就是大心脏的代表 同时他的三分球也非常厉害 在他的新秀年 他单赛季能投进185个三分球 将库里的记录提高了一个大当次 在利拉德的生涯中 不乏三分绝杀的经典案例 特别是记后赛最后时刻压烧绝杀火箭 曾经让火箭球迷们无比郁闷 绝杀之后利拉德的指着手腕的动作 也被称为利拉德时间 不过 利拉德的三分没有护理稳定 排在第一位的这位球员 在新秀赛季 就投进了187个三分 而且一进入联盟就被当作强队的核心来培养 并差点荣获了最佳新秀的称号 没错 他就是爵士队的米切尔 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仅仅是个13号新秀 但却在职业生意 第一个赛季 就打出了疯狂的表现 带领爵士杀进了季后赛 并在季后赛首轮淘汰了散剧投牙战的雷霆队 米切尔的突破吸力而凶狠 没想到 他的三分也如此有把握 前途不可限量 还有一个球员很有意思 他只是一个首轮默的选秀 一开始也只是在球队打替补 却在新秀赛季投进了159个三分牌 在历史第四位 被球迷们广泛看好 他就是胡人队的库兹马 如此看来 詹姆斯喜欢他也是在情力之中了 那么 你觉得米切尔和库兹马未来 有机会和库里莉拉的一样成为超级巨星吗 谢谢大家